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点课我们已经学到了二维数组 以及多维数组的一个声名机使用 那使用的原则呢 就是通过建名找到对应的建值 通过我们的下标 找到对应的元素就可以 但是呢对于数组中元素很少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形式一个一个来取 那如果说元素很多的话 你还这样取就不合适了 那重复的事情我们之前说过 要想到什么 对要想到循环 在之前讲流程控制的时候 我们学过for循环 学过我们的well循环和dual循环 但是呢便利数组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专门的便利数组的一个循环来实现 那首先来看一下 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我们主要是通过for each循环来便利数组 那接着来看一下 学循环我们要搞清楚循环的一个执行流程 那其他的就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看一下for each的一个语法结构 来一个for each6 那for each呢 它分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如果你要见名和见值的情况 可以通过for each dollars数组名称 is dollarskey 这个变量名呢 你是可以随便取的 等号 大于号数组操作符 dollarsvalue 同样的这个value你也可以任意的来起 那for each之间呢 是你的循环体 这样的形式 这是第一种 要见名和见值 那第二种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for each dollars数组名称 只要见值的情况 你就只取见值 dollarsvalue 循环体 这是只要见值的情况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的生命一个数组 不管是关联的也好 所以能也好 还是混合的 我们先来一个一位数组的便利 等一个array 来一个abc 下标连续的所以数组 再来指定一下它的下标 12对应的值是 this is a test 再来一个关联部分 username 对应的值 king 接着再来一个password 对应的值 123456 好 再来一个年龄 age 对应的值 33 那现在我们就生命了一个下标 生命了一个混合的数组 简单的先打印它看一下 接着我们再来分析一下for each的一个执行流程 来运行一下for each 把打印的结果我们拿过来 放到这 好 你看到这个数组中 这些元素在这的 那现在我们通过for each 来便利数组的时候 当程序碰到for each 第一种我们先写 要见名和见值的情况 它是怎么来走的呢 那首先第一次数组的内部 是有一个指针的 那第一次的时候 指针在第一个元素上 当你看到for each的时候 既要见名又要见值 那第一次会把这个0 负给这个dollars key 把这个a负给这个dollars value 这是一个元素 那接着下面还有元素 指针向下移动一位 将1又负给dollars key 将b负给dollars value 那依此类推 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现在看到 便利完这个元素之后 下面没有元素了 整个for each就结束了 那为了证明呢 看一下 下$i等于1 看一下这个for each 执行了多少次 我们可以echo一下 便利数组 dollars次的结果 为 来输出一个echo件名 等于 第21个dollars key 第21个杠杠 见值 等于第21个dollars value 再第21个br换行 再输出一条水平分割线 $i++ 看一下 一共会执行多少次 便利多少次 那其实呢 应该想到 是不是有多少个元素 就会执行多少次一个循环 来一个heider 运行一下for each 6 那你看到便利数组 第一次的结果 将0负给了dollars key 将键值 负给了dollars value 那以此类推 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你看到都已经取出来了 一共便利7次 因为数组中一共就7个元素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你看到便利的 就是这样一个 混合的一维数组 既要见名又要见值 但是在我们的一个循环体内 我们一定要写这么多吗 我一定要使用我的见名和见值吗 也不一定 哪怕你说循环体内 我什么也不写 也可以 但是它也是执行了几次 7次dollars ars dollars key 对应dollars value 我循环体为空 这样也可以 你看水平线以下 什么也没有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你也可以echo一个 this is mys学院 来一个b 那会出现多少次 还是其次 但是一般我们想便利数组 肯定是要取出数组中的 见名或见值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你想使用见名的时候 你就来输出见名 你想要见值的时候 你也可以输出见值 这样的效果 你可以echo dollars key 我只要见名 所有的见名 我们就取出来了 012username password h 这样的效果 那同样的 如果你只想要见值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第二种形式 for each的第二种形式 dollars ars dollars value echo一下 dollars value 这代表取出数组中的见值 刷新 你看到 abc king this is a test 都已经取出来了 这是第二种for each的形式 那现在有了for each之后 你看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我想创建 动态创建一个a到c的数组 就很容易了 怎么来写呢 我们可以来便利这样一个数组 那现在 想动态的创建一个a到c的数组 我们可以通过for循环来实现 那这会儿先不说 还是看我们的for each 那现在便利的是一个一维数组 但当我们便利二维数组的时候 怎么来写 同样的效果 再来一个 只要搞清楚数组的执行流程就可以 for each 下方先7 那在二维数组中 我们见过 所隐加所隐的 所隐加关联的 关联加所隐的 关联加关联的 但是最重要的形式 记住 二维的什么呢 二维的所隐加关联的形式 因为以后从数据库中查询出的结果 我们就会形成这样一个 二维的所隐加关联的一个数组 那首先呢 我们先定义一个 二维的 所以 加关联 你可以通过几种形式来定义 那我习惯上这样来写 AR或者写成一个 User info 方口号 这是一个 一维的 那接着我来统计一下什么呢 统计一下 来到我们MAS学院 学习的人员的一个信息 编号 ID对应一个 1 接着再来一个用户名 对应一个 king 年龄 对应一个 12 所学课程 Consors 对应的一个 PRP 这样的效果 这是一个人的完整信息 那接着再来一个人 动态再添加一个就可以 好 来6个 稍微改一下 2 3 4 5 6 区分开 内容是什么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现在这个数据呢 都是一个假的 等以后呢 有了数据库之后 我们的数据就可以变成真的了 像PRP 我们还有Java IOS Swift Android 包括C++ 那现在你来打印一下这个数据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二维的 所以加关联的数据 这种形式很重要 把打印的结果我们拿过来 第七个 好 那接着程序碰到Foreach的时候 怎么来执行 对和之前的便利一维效果是一样的 User Info IOS 如果你想要见名的话 取出来 Dollars Value 那第一次的时候 指针在这 会将0 负给Dollars Key 那接着会将这个Value 这个数据 负给这个Dollars Value 那接着你可以这样 Echo一下Dollars Key 在Doll号 你直接输出一个数组 最终会形成什么形式 对 会看到一个数组 转换成自负串的一个效果 来刷新 0 12345 那现在看到 键名都已经取出来了 但键值 你直接Echo一个数组 转换成自负串的一个array 那现在又碰到数组 那第一种形式 你会想到 那接着是数组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来便利啊 对 你可以这样 再来便利 Echo一下DollarsKey 接着碰到数组了 再Foreach一下 DollarsValue Iz 如果你只想取出值的话 S$V 再Echo一下DollarsV 同样的可以取出所有的什么呀 键值 刷新 接着再来一个水平线 区分一下 一个元素这是 34 King4 42 Swift 先看第一个 键名是0 接着ID是1 King1 12 P2P 但是这样看到 所有的键值 包括键名是取出来了 但是有的时候 我只想取出我的用户名 和编号 那这时候 你就不好控制了 所以说 这种形式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怎么来便利呢 记住 碰到数组 想取出里面的指定元素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根据键名 找键值 对 没问题 那这时候你都知道了 Value是一个EV数组 当你说我想取出编号 想取出用户名的时候 我只用根据键名 找到对应的键值即可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 Icho一个DollarsKey 接着我想取出编号 Icho一个ID 对应的值 DollarsValue里面的ID 我还想取出谁呢 取出用户名 Username 第二是一个DollarsValue里面的 Username 那这样 你想取出任何的值 都可以来控制 所以说这种形式 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这种呢 就可以 你看到 0是键名 ID对应的1 Username KING1 每一个你想取出来的形式 都已经取出来了 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形式 特别是便利这种 二维的 所以你加关联的数组 那同样的我也可以通过第二种形式来便利 通过只要件值的形式 DollarsUserInfo IsDollarsValue Icho一下 或者你直接打印 可以来打印一下这个数组 Icho一个HR 刷新 你看到 碰到数组一打印 每一个元素 结果都已经出现了 那接着我想取出某一项的时候 只用根据件名找件值就可以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一种情况 大家一定要会便利 通过Foreach来便利二维的 所引加关联 那二维的会便利了 三维的四维的是一样的效果 只要搞清楚Foreach的执行流程 就没有问题 那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 下来之后 大家自己来定义一个 二维的所引加关联的数组 通过两种形式来定义 接着再通过我们Foreach的两种形式 来便利一下我们的数组 好 那这节课 简单学到了Foreach来便利数组 下来之后 大家把它练习一下就可以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